和西阿书第十章 以色列最茂盛的葡萄树 自己能结果子 它的果子越多 它就越增添祭坛 它的土地越肥美 它就使祝像越美丽 他们心怀诡诈 现在要承担这罪的惩罚 耶和华必拆毁他们的祭坛 毁坏他们的祝像 那时他们必说 我们没有君王 因为我们不敬畏耶和华 至于君王 他能为我们做什么呢 他们说很多话 其假事又立盟约 所以审判像毒草一般 在田间的离沟中生长起来 撒玛利亚的居民 必因亚伯文的牛犊而惧怕 拜牛犊的人民 必为他爱痛 拜牛犊的祭司 必为他哀嚎 都因他的荣耀离开他 而被掳去了 人要把他带到亚树去 做贡物献给那里的大王 以法连必受羞辱 以色列必因自己的计谋蒙羞 至于撒玛利亚 他与他的君王必被剪除 好像浮在水面的枯枝一般 伯亚文的秋坛 就是以色列的罪恶 都要被拆毁 荆棘和吉林 必在他们的祭坛上面长起来 那时 人要对大山说 遮盖我们 对小山说 倒在我们身上 以色列啊 从基比亚的日子以来 你就犯罪 他们仍然留在那里 难道攻击恶人的战祸 不能在基比亚赶上他们吗 我必来惩罚他们 他们被自己 那双重的罪孽捆绑的时候 列国就集结起来攻击他们 以法连是一头巡浮的母牛 喜爱踹骨 我却要把恶扣在他肥美的景象上 我要使以法连脱离 犹大要耕田 雅各必爬地 你们要为自己撒种公益 就能收割慈爱的果子 你们要翻松荒地 现在是寻求耶和华的时候 只等到他来 降下公益的雨在你们身上 你们耕种兼饿 收割不易 自吃谎言的果子 因为你倚靠自己的战车 和众多的勇士 所以 必有轰嚷之声攻击你的众民 你的一切城堡都必被毁坏 正如沙勒曼在征战的日子 毁坏伯雅比勒一般 有母亲与儿女一同在那里被摔死 以色列家 因你们的罪大恶极 我必这样待你们 在风暴中 以色列的王必全然被除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